港股周五显著回吐月五百點,再失手兩萬六關,恆生指數中五收報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二點,跌五百五十三點。 時副財富管理董事總經理姚浩然表示,港股日前跌穿二萬五千點關後反彈,雖然內地大派定心軟,但市場對監管政策會否延續至其他行業仍然經雲未定。 對後市或全有戒心,移行指升破二萬六千點後,投資者追貨意欲或減低,相信將在現水平先行整固,上落區間約在二萬五千七百至二萬六千二百點。 策略上,而避開政策封眼股,並留意人民幣,港元匯價會否轉強,支持大市回升。 最近大市氣氛轉差,但晶片股質表現硬正,遙認為主要由於行業需求大,帶動相關股份亦受追捧。 不過,中芯國際00981及華雄半導體01347短期內技術難有提升。 股價炒起或純因國策支持。 不妨留意美國上市的艾斯摩爾,ASML。 業務具獨特性,盈利表現亦向好,中場線值得看高一線。 新經濟股日前明顯反彈,但遙相信互聯網平台經濟整頓或未完,盈利增長動力受限,股值或有下調空間。 未來半年如政策因素未明朗,股價或繼續於低位徘徊,暫止而觀望為上。 。